好了,最后一个,师父这两天喉咙有点发言,所以讲不动,他在里面叽叽哇啦叫,师父听着叫都叫不动,记住了,凡是自己不顺利,凡是自己还没有顺利,就是说明你业障很重,业障很重就要学会怎么样来排除业障。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好自为之啊,自己的业障啊,我告诉你啊,你没有一种信心啊,你觉得哎呀,我什么都很好,我就这个身体不好,你还来要挟一样的,哎呀,就是这个病不好,所以我不能到外面去现身说法,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其他好的地方的啊,你不是跟护法神在导弹吗? 你这种话讲出来,本身就有业障了,哎呀,我其他都很灵,我就是这个病不好,哎呀。